哈嘍 哈嘍 你好 你好 現在是科林裏面的節目 我在加拿大和大家直播 今天這個題目就是想講講 香港人的一個死穴 死的都有 尤其最近發生這幾件事 就使我們幾為傷心 又很詫異 又很驚訝 有時候覺得很心灰 但是有時候覺得時代進步都這樣 事實上這個是時代的一個懲罰 我想講這件事 其實這個死穴我們將它概括來講 是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叫做不信任 其實是三個字 因為本來是信任 現在是不信任 我想講講信任這兩個字 是很重要的一個 是一個行政上 生活上的名次 寶福寺的五輪裏面有朋友 朋友就講個信 不只朋友 現在沒有了軍神 就算軍神父子夫妻兄弟 都是要講一個信 一個信立的信 人無信而不立 這個儒家的學說 信任是在西方的社會學 很重要的一個名節 尤其現代文明進程的社會 人之間是要互相信任 才可以生存下去 而且生存得比較精彩一些 所以有些德國的教育家說 信任是簡化了我們的生活 這個呢 我可以舉個例子 在西方社會 譬如我現在住在加拿大社會 它在進行一個叫做 Honor System 一個信任的制度 當你檢查行李的時候 入關的時候 一條綠色通道 一條紅色通道 如果你是紅色通道的話 就是說你有些事物要報關 可能要納稅 如果你走綠色風道 那就是說 你一切裏面的事情 都是不用報關的了 你已經早知道 所以沒有違禁的問題 沒有納稅的問題 或者沒有納稅 去到一個 煙酒要納稅 不是去到一個 數量應該納稅的程度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走一個這樣的 Honor System 你自己 說自己有沒有 違禁品 有沒有要納稅的物件 如果 你走綠色通道 是被人懷疑 搜查到你有紅色的違禁品 或者納稅的地方 你呢 對不起 可能會加倍 懲罰 為什麼 因為已經上了你 你是使得別人的信任 這個 abuse 或者是 歪曲了 或者是 利用了 別人的信任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 法庭 法官 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交由你一個可信任的人 去跟他相處 而你在他信任之下 而做出一些不應該的事 終於這些都會受到很大的懲罰 說完Honor System 大家忠誠的制度之後 我想跟大家講一句 一個社會 譬如香港的社會 在英治的時候 曾經試過不信任 這就是講一些歷史 我記得歷史上講過 最早在中英拓展新界的時候 英軍曾經開入去大埔 新界一帶的鄉民 是不信任英政府的軍隊 你呢 又不是很想英政府的軍隊統治 於是乎曾經發生過 村民和英政府的英軍對抗 那是一場戰爭來的 一場可以說是battle 戰役來的 那總之呢 英國佬都戰勝 那這個是不信任英國人統治的開始 之後呢 這麼多年以來呢 都是呢 你有你 我有我 我記得呢 我的老師呢 唐君毅呢 先生呢 教授他曾經講過 我和英政府是互為不存在的 我不當你存在 但是你又不要當我存在 大家都沒有 對那個人 對那個政府沒有存在 都不理你 但是實際上這句話呢 有點短 為什麼呢 我們那個年代 生長了在英政府之下呢 你說不當它存在 其實但是為什麼呢 你是他的法律底下 你是他的政治管理之下 始終呢 是他跟你發生關係 但是呢 互相都如果不存 如果不信任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 正如呢 當年 孫中山生革命 革命的時候呢 是覺得 清政府呢 在末期的時候呢 是亂來的 那麼他呢 就對這個政府 他不信任 尤其呢 最初的時候呢 是用種族的仇恨呢 來到去分裂界線 驅逐這些這樣非漢族的 滿洲人 離開中途 推逐塔路嘛 那你其中有一個這樣的口號 最重要呢 其實就是不信任 在最早呢 在清朝的統治的時候呢 他用一個 懷柔 和高壓的政治手段呢 無論如何 透過儒家的一種呢 軍臣的禮節 和那一種呢 儒家統治的 一些意識形態呢 使得呢 人民呢 是 開始慢慢呢 信任社會 信任政權 信任皇朝 信任皇帝 在雍正 乾爐 這兩朝 或者甚至乎康熙的時候呢 這個大清呢 是得到人民的信任的 所以呢 也有他的科舉制度呢 引致到呢 做官 那些官呢 都會信任 那一般人民呢 耕田的 狩獵的 這些人呢 都相信了政府 所以那時候呢 講不出什麼叫做 反清復明 抑止有反清復明的行動 都不會說呢 火花會療軟的 我們看一下呢 金融貌小說 綠頂記裡面呢 仍然呢 有一堆呢 譬如陳近藍這支樓呢 是講著 反清 但是呢 做不到什麼樣子出來 始終呢 都是一個信字 這個信任 不是一定是 人民信政府 那麼簡單 政府都要信人民 所以呢 在互信底下 什麼時候呢 直至到政治腐敗 貪官烏尼多了 政治呢 搞到人民不聊生 這個時候呢 人民呢 開始不信任社會 不信任社會 其實就是不信任政府 不信任政府 引致到呢 很多人呢 對政府的行政啊 或者對政府的 所謂的法律啊 這些呢 就會冒犯 就會呢 引起衝突 這些情況下呢 歸根到底 就是一個不信任 不信任的原因 不是找來搞的 不是找來做的 而是呢 真真正正正 有一些 實際的情況 是使得 人民 不信任的 那 我上幾次呢 就做過一個節目呢 就是香港三劫 這樣我會講到呢 香港呢 那三次的暴動的成因 三次呢 香港的 政府呢 都曾經 委託過中立的人士 研究出 究竟 動亂的成因是什麼呢 一定是 一定是 不信任社會 不信任政府 引致到呢 有這樣的行為出來 但是不信任的原因 究竟出於什麼呢 那 哦 在報告書裡講到幾樣東西 有講到呢 居住環境的惡劣 這個反映都貧富懸殊的差別 很大 又講到呢 港英政府呢 那個座位上 英國人呢 統治著一個殖民地 中國人呢 就是一個 二等 或者三等 四等 五等 不知道的公民 最簡單呢 不懂英文呢 你是找不到吃的 在那個年代 中文呢 並不是法定語言 在七十五代 就再有一個這樣的運動 那麼你在這個情況下呢 人民呢 普羅來市民呢 有很多不利 很多受到歧視 於是乎呢 一有少少的騷動 或者 的原因 就會呢 引起他們的 造成社會不安 這個呢 造成小不安 政府是一定有責任的 不能夠說政府完全沒有責任 所以呢 懲罰著這些動亂的人的同事呢 政府也需要自己作一個檢討 一個詳細的檢討 在英殖民地時代 這些英國人都有檢討他們 作為統治者的缺失 為什麼現在回到二十年了 在中國政府管理下 而呢 居然呢 對 這個 一種 如果你說它叫暴動 或者騷動 為什麼不作一個詳細的研究呢 而呢 將個發現 來到去 令到 有改善的地方呢 我覺得呢 不是一方面的錯 那麼現在就說 很多年輕人 成九十幾一百人 都準備受審或者判監 他們呢 當然 懲罰著的 入獄呢 主要原因 是認為他們是暴力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 走出來暴力呢 為什麼走出來會 對抗政府呢 一定不是這麼簡單 有外國人呢 想推翻 這個政府 的原因 它一定有內在的原因 這個內在原因 為什麼不去研究 不去公佈 而呢 只是呢 用懲罰來表示了 這個 香港法律或者政權的 心意呢 這個心意 不是一個懲罰 入獄的懲罰 是可以 完全解決的 這個恐嚇 或者這個 這樣的做法呢 只是其中一部分 以源頭 最重要的源頭 是從來沒有分析過 中央政策小組 中央政策小組 也不相信他們會 一個很忠肯的答案 令到呢 政府呢 會改善 這件事情呢 我認為呢 是 有缺失 有差的 有差當的 譬如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呢 有幾件事呢 到現在呢 我都覺得呢 是 不是很妥當的 沒有研究的 譬如一件是關於我們那一行 是否發牌給王維基呢 這個是行政會議和他的成員的聯合決定 但是呢 我相信在文明進度這麼快的地區 那理由呢 是應該公諸於世 因為這個是公共利益的事情 他指這個特首呢 那時候是梁正英特首呢 只能夠說出一句說話 就是行政會議是手臂 我看不出手臂 手臂物不公開他的原因 是更大的公共利益 這個是說不過去的 令我非常失望 那麼現在呢 東北土地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看到呢 有暴力的問題 有硬創的問題 但是後面為什麼會 對這些土地 是會令到一幫年輕人 覺得應該保護呢 是不是對香港 一個重大的利益來的呢 我相信呢 政府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這一點呢 這一點呢 會引致到呢 你的懲罰呢 會改變 而且呢 經常都有這麼說過 只有年輕人呢 他們只有一種熱誠 有一種動力 去改變社會 而我們呢 下下將他的動力 和熱誠呢 潑了冷水 使他改變困難了呢 其實呢 是對社會的公共利益 不是一件好的事 再講到不信任呢 社會呢 就由回歸之日開始 已經呢 是相當多呢 一個這樣的事例 那麼這個 一國兩制呢 如果由港人高到治港的時候呢 我們是需要呢 信任的社會 尤其呢 我們是三權分立的社會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生活習慣來的 這個是千萬不要改 一改到三權合作呢 那就不適合我們的生活的了 會引致到更大的矛盾 當然 這個 這個信任呢 三權分立的 每一個 權力的 它有它的限制 有它的作用 差不多呢 我們不用說 在生活裡面呢 已經知道了 這件事呢 是呢 千萬不要破壞 在 以往來講呢 行政呢 的權力 普羅的人民呢 都幾相信 立法的權力 也很相信 而且呢 也很支持 這個監察的力量 我都講了很多次呢 文明的社會 是需要監察 監察說呢 就是 有反對的人 有一件事呢 不一定是能夠完全滿足所有的人 但是小部分的人呢 它的損失呢 大部分的人都要關注 還有呢 維護的 這個是民主精神 不只是說 少數分 多數 那麼簡單 多數呢 的人呢 還要去照顧 少數的利益 這個呢 你不是說 是 深入了在我們 老海中呢 已經很 樂印來的了 很難改變 也不會改變 改變 也會是一種 退步 有一種呢 不合潮流的做法 行政會議呢 是行政 立法的會議呢 是立法 而在 立法之中呢 它是需要 有一種呢 監察力了 千萬不要活殺了這些監察力 監察著我 那我還幫他 沒錯 監察著你 你還要幫他 因為有監察力量呢 會使得 專制的力量 或者一二堂的力量呢 是受到 鉗制 受到平衡的 那這件事呢 這個觀念呢 不是那麼多人 贊成 有些人寧願被人管 但是實際上呢 現在世界呢 就是要監察 當然呢 過分 的反抗呢 也是一種呢 忍之死不安 的 動眠的孩子 但是有時候呢 也難怪 要做出一個 合適的 平衡 那 那 第四權力呢 就是 媒介的監察權呢 當然也很重要 中立的 不偏不倚的 不群不黨的 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是不勤不黨 不偏不義 來監察著社會 不是好像有些偏幫的人士呢 他就為香港出聲 其實呢 是為了某個權力 出聲 我們也不贊成很大的暴力 也未到這個階段 不是不贊成 不未到這個階段 好了 那就 司法的權力呢 就是 審訊的司法權力呢 在香港來說呢 是一個很好的傳統來的 因為呢 司法制度這個 律師啊 法官啊 檢控官啊 等等呢 他們大部分呢 在這麼久的歷史裏面呢 都是遵循著呢 英國的普通法 來去執行 有法可依 這個法並不是是 只有 黨的利益 或者一個人的利益 而設立的 是普遍性的 有普遍性 是值得我們信賴 因為 行之以久呢 我看百幾年來 都是在行這個基本法 這個普通法 而基本法呢 的建立呢 亦保護著這個普通法 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生活裏面呢 不能夠 歪曲了 那當然現在呢 都是在走著 普通法 但是呢 我們的感受呢 很多時候呢 就覺得不是 是 那麼再看真些呢 那麼 這個法律上的安排呢 是 完全應該獨立 是和這個政權 和黨 和國家 因為 是分離的 分開的 因為我們只是看 是為香港這七百多萬人的利益 大眾的公共利益為主 誰是他的宗主角 那個呢 未必是為主 也不是為了十三億人民的生活 或者他們的存在 來到生活 或者存在 而是為我們 香港 這七百多萬人的利益 生活 而 是 進行這些法律 這個並不是 是 所謂港獨 不是 這個呢 完全是 根據基本法律 都是這樣說 都要依存著這個 這個方針 這個方向大道呢 來行使 除非呢 某日更改 我不知道 好了 那麼 不信任呢 是會引致到相當危險的 比如 我們說 我們說 香港的警力 警察的力量 因為它是維持治安的 是需要呢 尊重 及 信任 如果 人民是不信任 警察的力量 認為警察的力量 因為它是武裝的 這個武裝的力量呢 是受到 某些 更高的力量所控制的 我們不信任 它是依法辦理 這樣呢 就危險了 就會使得 很多人 藐視了這個 法律的尊嚴 我剛才都說了 到現在為止 都應該是 基本法 承認的 普通法呢 是 統治著香港 而呢 我相信呢 仍然呢 是 不能夠 完全懷疑 警力 是偏幫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們完全否定了警力呢 這個社會呢 就沒有枉固 沒有法律的了 很牙煙的 曾經試過的 曾經試過的 在呢 日本仔的 退出的時候 投降的時候呢 香港呢 曾經有一班叫做 勝利友 這班人呢 其實是爛仔 流氓來的 趁著呢 政治的真控 日本仔呢 是投降的 不會再 管治這個地方 而呢 接班的管治人呢 又未曾 到 無論是 英軍 國民軍 或者共軍 都未到 身份都未明 那時候呢 這班人呢 就趁出來 打架劫舍 奸淫努力 是使得香港呢 蒙受著一個 黑暗的時刻 這個就是沒有了警力 沒有了法律 或者法律真控 在警力真控的 年代 裡面的慘劇 我們仍然是需要呢 警力 維持 仍然呢 要尊重法律 的可行性 否則呢 完全 鄙視 警力 或者 誣蔑了警力 或者 無視了法律 我們 我們 將會 成為一個呢 沒有枉管的城市 沒有枉管的城市呢 就牙煙了 你真的要管嗎 我真的要管嗎 團煙就是管的 沒有可能 我們 我們這麼大的城市 仍然需要呢 一個法律 但是法律 我們需要公正 警力 我們需要 中立 這個呢 這個呢 特區政府 有它的 管治香港的 全權 這個呢 我相信呢 是應該 執行給 公眾看的 而我相信 仍然可以執行 執行得好 為什麼不執行呢 有一段時候 我們覺得 第一任 第二任的 行政長官呢 都合格的 在這方面 第三任呢 就很難說了 現在第四任呢 我們更加希望賦予 一個 新的希望 做什麼都是假 建立一個呢 民眾信任的社會 一個互信的社會 一個互信的社會 我剛才說 這個死穴就是 不得互相信任 不信任的 不信任政府的社會 不信任法律的社會 不信任警力的社會 這個社會 將會陷於極度 越來越混亂的狀態 越來越混亂的狀態呢 是完全不適合 我們這七百幾萬人的生活 更呢 這個社會呢 會墮落 會一直呢 向著 衰敗走去 這件事呢 我們生於私 長於私的人呢 是完全不希望見到的 所以呢 這件事 這個特區政府 這個特區政府 今屆的特區政府呢 是要很留意 如何建立一個 人民的信任 要做回人民的信任 你一定是有行動 你的行動 就表現出 你的信念和信心 當然呢 我們 我們 在香港 也有很多人 是反共的 反對 共產主義 反對 現在的共產中國 但是 但是 在香港 你是有 很大的 權力 是有自己 生活的一方面 基本上呢 一國兩制 已經是違反 共產主義的 一個措施 我們脫離了這個共產 這個國家的 資本主義呢 只是 或者呢 他們的 進步 和人民的 利益 立場來計 說 那兩個地方 真是一個特區 我們要珍惜這個 這個 鄧小平的 總設計 而呢 建立 一個信任感 信任這件事呢 是不能夠 一隻字 一隻字 這樣大家 寫下來的 又不能夠 用一些 法律 或者條文 一隻字 一隻字 這樣遵守 它是大家內心 的一種 向往 和一種 支持 這件事呢 是比較 抽象 但是呢 是很重要的一個 心理 如果信任感 一直 會活絡 我們呢 看不到前途 前途呢 一片模糊 我不敢說黑暗 一片模糊 香港呢 這百幾年 建立起的 社會地位 國際地位呢 也會因而 慢慢喪失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國 一個社會 尤其是亞洲 去舉足輕重的國家 的地區 不過 這麼重要的地區 尤其是中國 現階段 在國際地位裡面 一個這麼重要的地區 他在國際 他一定擔當到 有人信任 值得信任 而且他又在信任 其他人的一個地區 將這個 這樣的 我們的 優點 抹殺 而看到人呢 漸漸不信任 社會 一漸加重 各種的 細節 情況 都令人 滅眼淚的時候 我們更加需要 再三提醒 大家 要恢復一個 對 政府 對法律 對行政 司法 有一個 信任 互相信任 不是單方面 是互相信任 我們 那今天的 節目 也差不多 多謝各位收看 再見 再見